嘿大家好 欢迎来到兔哥的决斗城堡 这次要介绍的是 即将于7月9号实施的 禁线卡表 这次的禁线卡表算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局部星巨峰这张卡盒的SR 即将变成禁止卡 我们就来看看这次的禁线卡表 有哪些更动吧 首先还是要讲一下内容简介 我们会先阅览本次更新的禁线卡 并以部分受影响的主流牌组为单位进行说明 因为这次被禁的是强力泛用卡 所以有很多牌组会受到影响 接着会讲技能的更动 这部分虽然比较早释出 不过还是跟这个禁线卡表一起讲吧 这次的技能更动大多都是增强 只有鬼流出事了 最后再大致讲一下 这样的更新会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再来看到这次更动卡牌的总览 最震撼的当然就是那张局部性飓风 它要变成禁纸卡了 接着来看一下这样的更动会对什么牌组造成影响 首先当然要聊Duo Lynx的第一张成为禁纸卡的卡盒SR 局部性飓风 这次甚至还为了它推出了全新的禁纸卡牌交换功能 我们可以看一下右手边 目前适用于这个功能的卡牌大概也只有这两张 那就是水罩和局部性飓风 它们可以换成同个卡盒的相同稀有度卡牌 如果要推荐的话水罩那个卡盒可以换鬼动舞者 它是一张不错的阿卡 在之前的强力单卡特辑有介绍过它 至于局部性飓风的卡盒 可以考虑换那张森罗的菌菇 手备力2000那只 如果不想玩森罗的话 也可以换黑盒这张通常魔法 虽然效果方面远不如因果切断 但毕竟也是一张拥有除外效果的卡牌 接着我们回到正题 基本上在局部性飓风被禁止后 可以让许多牌组省去陷恶卡的抉择时间 观察一下各种牌组应该会发现 多数过强的回杀型牌组 它们的关键卡都会被陷恶 这个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在局部性飓风和关键卡之间进行抉择 卡表更新后就不用再做这方面的思考了 某方面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 我们以下来举一些例子 首先科技鼠和流星龙基本上是不用思考太多 流星龙就把两张局部性飓风换成两张狡猾线坑 差不多就改完了 科技鼠则可以搭配光道系统 这样你的陷恶卡就是光之援军了 接着看一下下面的表格 它们分别是不同的回杀型牌组 它们的共同点是核心卡牌都有被陷恶 假面英雄和你生理态的改法相对单纯 就是改成全放关键卡 或是把局部性飓风换成狡猾线坑 BF可能比较少人知道 它们前阵子发展出了一套全新的组法 这个组法简单来说就是让毒蜂西蒙放弃七星同步 直接往R6超量走 这样限额就有空间可以带局部性飓风了 其中一种改法就是回到跟过去一样 配置奥洛西和雷切鸟 如果想要增强防守方面的话 也可以带这张三速手坑 黑鸟断刀翼 但这样的话你的额外牌主要记得放黑羽龙哦 局部性飓风的部分总算讲完了 接着来到下一个部分 首先是龙蒙牌组 近期的两次卡表更新 龙蒙牌组可说是好消息频传 上次是元老院解除限制 这次换王牌屠龙圣枪解除限制了 基本上除了局部性飓风 龙蒙牌组已经返回巅峰状态了 再出一波新卡 非常有机会再次成为主流 接着是电子天使的部分 它们的王牌图吉尼终于被解除限制了 其实电子天使在很久以前 就已经不是环境主流了 近期来看顶多也只是巨石一物的陪衬品 主要是利用电子天使电天 来帮忙检索其他仪式怪兽卡 这张卡放出来相当合力 接着是空牙团的王牌 空牙团的豪杰戴娜 这也是另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除限制 因为空牙团同样也不是环境主流 把他们的主力卡牌全都放出来 让他们能够享受被限制的强力单卡支援 这个放出来也很合理 接着是这张强袭铠甲 我第一时间其实不确定 它为什么会被限制 回忆了一下 似乎是因为某一段时间 这张卡可以配合暗鬼打出超高的伤害 导致假面英雄在那个时候太强 还是说是六五中 如果有错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提醒 不过这也如同前面所说的 因为局部性飓风被禁止了 这也间接压低了假面英雄的整体强度 所以就顺便把这张给放出来了 个人觉得这张放出来也很OK 毕竟英雄牌组已经有更好的 致爱英雄可以使用了 看完卡牌的更动 接着来看看技能的更动 首先是灵牙的我生气了 在原本的技能效果下 新增了 对方场上如果有攻击力2500以上的怪兽 也可以直接使用 这算是配合环境的演变 毕竟当前主流的大怪攻击力都高于2500 使得这个技能非常有机会 与沙之领域一同成为灵牙的优质技能 以下来做一些比较 如果使用沙之领域的话 就可以配置海皇系列那样的怪兽 再借由沙之领域的技能 把他们的等级变成4 以此来完成各种神奇的R4水超量 或是八星水同步 接着是新版的我生气了 相对会配置较多 原本等级就是4的水属性怪兽 像是灯笼沙 额外牌组则是尽量主打水超量 因为这个技能也只能用在水超量怪兽身上 接着是我相当看好的魔导女孩们 这个技能可以让魔导女孩牌组随随便便都能获得超越羁绊之力的攻击力加成 配置方面过去比较热门的是 囤搭阿莱斯特 或是五重魔术师 因为水灶缺席 所以目前应该是五重魔术师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但这方面是需要做实验的 另外魔导女孩当中 打点最高的应该是龙骑士黑魔导女孩 他原本的攻击力2600 加上三位魔导女孩战场的话就再加900 最高可以拥有3500的高打点 而且本身还有恶速卡牌破坏效果 但是要怎么快速的把它叫出来也是需要研究的 接下来是百计目的 这次的主题是疼痛 这算是比较没有射线主题的技能 整体来说就是伤害从50变成100了 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牌组系列 真的要说的话就是自闭流了 接着要说的是这次进线卡表的最大枯主 单手启动这个技能原本限制只能带暗属性怪兽 但是没有在魔法陷阱方面进行限制 导致我们可以带许多凡人的强力后台 直接将决斗陷入僵局状态 像是无底线坑 加拿大虫 地子小球等等 接着再借由每回合可以抽两张牌的优势 持续拉大差距 在改版之后 牌组必须只配置无限地狱系列的卡牌 技能才会生效 这边再顺便提一下 局部性飓风变成禁止卡 对拥火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 最后来看一下对环境的影响 虽然只进了一张卡 但却影响了整个环境 首先是刚才提过的 回杀牌组痛失两将 局部性飓风会影响许多牌组的配置 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的 我们先不谈陷恶教自由的神鹰和共鸣者 毕竟他们还有狡猾线坑可以用 但对于那些擅长OTK的牌组来说 还是相当的不友善 受害的知名牌组在前面都有说明 接着是其他风系魔法卡的崛起 虽然最优秀的拆后台卡牌变成了禁止卡 但是讲到拆后台 还是能想到许多优秀的卡牌 像是宇宙旋风和银河旋风等等 他们的使用率可能会明显提高 接着是控制型牌组的部分 因为局部性飓风被禁止了 强力后台们不必再担心 被一张卡拆掉全部了 今后遇上三张盖牌的局面 多数牌组都会拆不完 除非是神鹰这种有专属卡牌 可以拆后台的牌组 接着是环境的另一个层面 这将会是共鸣者的天下吗 首先当然要看到这个将神鹰赶下王座的塔玛西 虽然杰克也很爱用飓风 但是共鸣者牌组本身就够强 先攻将整套流程跑完的话 生命值可以超过6000 还能让一只打点超过3000的大怪战场 接下来这一点相对不重要 主要是我个人的抱怨 命运抽牌竟然没有被削弱 似乎是直接被环境压缩了发挥空间 所以没有被削弱 个人猜测是因为银河眼和水产 都会带长眠谷所导致的 不过每次遇上这副手坑满满的牌组 心情还是会有一点不好 最后五是其他优秀牌组 以及结论 又是讲明日之星的部分了 大概点出了几副较被看好的牌组 首先是本次的最大赢家 不知火 经典的三盖牛头鬼战术 局部性飓风再也不会来捣乱了 不知火是非常强力的牌组 在上次也有被点名 接着是打架不输人 只怕你后台的魔女术工匠 近期的新卡 怪兽效果是越做越强 魔女术工匠的效果无效 可说是越来越重要了 感觉有机会借由这个优势 返回主流 接着是打法可能会变得多元的水产 前面有介绍过 这次的技能更动 可能会衍生出全新的水产打法 最后是新的魂牌 大家一起喊 GAYA 本身有着不错的恶速卡牌破坏效果 而且算是节奏较快的牌组 从不拖泥带水 最后 祝各位可以在这个全新的环境 找到最适合的牌组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 欢迎订阅按赞 并且按下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商片通知哦